大家好,今天用土豆做一道美食 准备一个土豆去皮 去皮后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成条 再切成丁 切好后放入清水中 洗去淀粉,这样炒的时候不粘锅,更清爽 好了,捞出控水 适量的青椒切开 切成条 再切成丁 一块钱的五花肉切成厚度的薄片 切成条 再切成丁 大蒜切成丁 生姜切成丁 小葱切成段 起锅加油 下入五花肉煸炒 炒香炒出油 下入葱姜蒜炒香 加少许料酒去腥 下入土豆丁 翻炒一分钟 下入葱姜蒜 开始调味 加入老抽调色 蚝油 蒸鱼豉油 翻炒均匀 下入青椒 翻炒二十秒 出锅前加少许的鸡精 翻炒均匀即可 翻炒均匀即可 把青椒土豆丁做好了 好吃下饭做法简单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